萬歲軍淹水的寶傑哥啊 萬歲軍 是首都北京的這個敬衛之軍啊 而且是王牌軍 82集團軍重要的部隊 都在這個卓州市附近 據說軍方的人 中央軍委會的人 有人跑去直接開罵這個李昌 你在搞什麼啊 你要淹死我們多少官兵 還把這些部隊的雙兵 全部泡在水裡面 還有多少無人軍的東西 水來的太極太趕了啊 我不這樣猜 北京就淹水了 但你 其實我們講的 中國那個杜蘇瑞颱風 不是造成了北京淹大水 可是現在傳出了一個消息 之前不是為了要保雄安新區 結果我知道嘛 我讓卓州淹水 最近我們就講 卓州是地勢比較高的 雄安新區是不是地勢比較低的 我居然去淹地勢高的地方 但現在狀況來了 不是只有淹 卓州 卓州旁邊居然有82集團軍 也就是北京的衛序部隊 就在旁邊 然後他說 飛機啦 大炮啦 坦克啦 都淹水了 萬歲軍淹水的寶傑哥啊 萬歲軍 這叫萬歲軍 那是萬歲軍 是首都北京的這個淨衛之軍 而且是王牌軍 82集團軍 有多少重要的軍備 跟飛機 甚至我跟大家講 無人機的部隊都在那裡啊 而且82集團軍 重要的部隊 都在這個卓州市附近 這下子淹了 身為老共的三軍統帥 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不弄才怪啊 我當初莫許你們放水 但我沒叫你把我的萬歲軍給淹啊 不是 坦克淹了 飛機淹了 大炮也淹了 這起事件觀眾朋友或許搞不太清楚 但是持續就要拉到7月底那次這個大淹水 當時的河北省省委書記 你岳豐不是說保雄安 做好首都的這個防護牆 護城河 卓州要當護城河 卓州就在北京市的西南方 他比臨北京而已 他有這個北京的西南二口 這個他的門口的這個城屋 通常以前啊 不管是往南要往北京打 你必須通過這個卓州 而不是走這個石家莊 所以82集團軍的禁衛軍的 這個心臟部隊就放在卓州 而卓州這個82集團軍呢 他還有他的部隊番號是告訴大家說 66336啦 也有人講說62889 那一般來說66336 有人講就是所謂的合成112旅 還有一個66289啊 他是大概合成127旅 112旅跟127旅 觀眾朋友們有點陌生 但我就跟大家講 他是全中國人民解放軍 第一支數位化的部隊 數位化 第一支數位化 所有的裝備 還有包括整個無人機的操控 都要搭配他們 所以習近平有多重視政治部隊啊 然後還有一支部隊是空 93550 為什麼要講空 這一支就是無人機部隊 第一支建軍的無人機部隊 就在卓州 結果這時候大水一淹 因為當時河北省省委書記 林岳豐還有卓州市委書記 他們決定要扒開 卓州幾條主要的河流 包括琉璃河 大清河跟巨馬河 把河堤炸毀 把這個水淹開來的時候 已經有兩三米這麼高了 雖然他們這些軍事營區啊 大概都有六七公尺 可是據說啊 有目擊者稱啊 水淹的最深到十二米耶 六七米已經超過了一倍 來不及把這些裝備 坦克車重要的裝甲車 這我剛剛講合成 一一兩旅 他是裝甲部隊 數位部隊 但是有很多的裝甲車 和他的這個運兵車都在裡面 不是而且 第一個你不是你想移就可以移 而且你是衛訓部隊 沒有軍委會同意 誰敢動啊 當時他們曾經想要 試圖請示習近平 習近平沒有回話 他不置可否 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 可能還在猶豫當中吧 那時候就問了這個李強 李強那時候想也沒想 好嗎 既然這個林岳豐 省委書記都已經報了 要把這個 這個河堤炸了幾段 然後讓這個水能夠洩開來 要保北軍保雄安啊 對 沒想到 他萬萬沒想到 你做這個動作 你要通知當地卓州 我剛剛講的空軍的部隊 還有漏掉 對 卓州都沒通知 他說沒通知 還有我跟大家講啊 海軍的被俘跟食品後援的 這個倉庫都在裡面 都在那邊 結果現在被俘倉庫 經理裝備 我們講經理裝備很重要 現在泡湯了 馬上秋天冬天要來了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食品的 這個倉庫也泡湯了 這這麼慘啊 他們說海軍的這個糧食啊 接下來起碼這個北部戰區啊 這個北部甚至影響到了這個 這個東海艦隊啊 你那些是不是糧食後面兩三個月 你要怎麼辦啊 所以 這個是河北 然後這個當然是北京 北京 北京跟他講 我的所有的主要的戰區部隊 就在這附近了 現在中國解放軍分為北部 中部南部東部西部五大戰區 但是以北京來說 他位處中部戰區的最頂端 卓州在他 他是這個下面 這個下面這個位置 我怕他是個 有點把北京遮到了 但他就在他這個位置很近 所以為什麼要把這個北京 周遭的這個防洪壓力給宣洩開 但沒想到李強當時做了決定 卻沒有通知軍方 所以為此據說軍方的人 中央軍委會的人 有人跑去直接開罵這個李強 你在搞什麼啊 你要淹死我們多少官兵 還把這些部隊的裝備 全部泡在水裡面 那可不是說馬上能夠修復的 還有多少無人進的東西 水來的太極太趕了啊 我不這樣猜 北京就淹水了 但你好歹 紫禁城都淹 我讓他再淹 就淹到中南海了 你好歹通知一下 這些軍中弟兄們嘛 那軍中弟兄死的死 傷的傷淹的淹 裝備泡水的泡水 豈是你李強可以負擔得起 據說啦 起了這個軍中人心惶惶 有點不滿 甚至影響到 剛剛不是講到 習近平不是突然取消 在軍專峰會之後 就回到 去新疆了 去跑去新疆不回北京了 據說看到了這個 有人匯報消息 從南京有拍到的這個 一列的專列 上面呢 載著這個裝甲坦克 到 往北移動 那怎麼這個時候 沒有跟中央軍委打交道呢 中央軍委的副主席張宥霞 又在這個北戴河會議之前 內部的會議在那邊講說 軍風要純正啊 意思就是說 現在軍風不純正嗎 中共通常是缺什麼就改什麼 你現在告訴大家軍風要純正 就如電視畫面所看到的 一整列長長的都是坦克車 和戰車 去哪 去石家莊 對 往石家莊 石家莊其實也在北京附近 就在河北 他的一個這個重要的這個地方 而且也是一個交通要道 你往那邊跑 那這個時候 習近平會同是一些 蔡奇啊 王小洪啊 這些重要的這個政治局常委 不回北京卻跑到了新疆 美其民如果視察 接下來說 居團你的會也不去參加了 當然大家就會覺得 你在怕什麼 你是怕回到了這個北京 重要的軍方 內部的軍頭跟你究責嗎 還甚至傳出來說 他們希望 李強要辭職 所以這個時候就傳出來 李強說要辭職 那當然啦 現在中南海這個準備 因為前後又要碰到北戴河會議 所以裡面內鬥之說不進而走 但是就是沒有人敢出來 為這場七月底八月出的大水負責 而所有軍備 包括官兵的死傷泡在裡面 淹水了 誰又知道怎麼樣 到底去找誰球場 軍方一肚子火大 現在中國感覺上 是烏漏偏縫連夜雨 最近剛剛講的 武警進到了卓州 武警為什麼進到卓州 叫卓州人不要亂講話 卓州人為什麼叫卓州人不要亂講話 因為現在水退了 水退了之後 所有恐怖的事情都發生了 當水退去之後才發現 卓州旁邊的霸州 周邊包括寶地 那個水患造成的人命的 生命的財產損失 有多麼可怕 對 保健哥 這次其實卓州從大概七月底 八月初就開始淹水 一路淹到現在 但是你看官方 什麼時候開始有作為 初期完全沒作為 所以網路上他講說 集群卓州市長 市委書記 已經失聯好多天了 都不見了 為什麼沒看到人 原因很簡單 因為要坐等上議 習近平還沒告訴你要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在第一時間 為什麼他們都躺平不做事 因為我等不到上頭 交代我要怎麼做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官方根本不care 你死多少人 官方care什麼 care說現在網路上流出的畫面 對我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現在開始有動作了 包含武警開始進去到卓州了 500個武裝部隊 現在整個車隊開進去卓州 保健哥你覺得他們是來救災的嗎 不是嗎 當然不是啊 他們是要來接管要來封口的 不是 因為誇張的是水退了 你再來幹嘛 對 所以你根本沒有救災的需求 而且現在官方這篇文字出來 就講就是說 我這些輿論巡查員進去裡頭發現 好多救災隊員都在用網路 都在直播災區的畫面 這可怎麼得了 通通不行 通通沒收 這真的太誇張了 你現在的救難隊進去 你總是要清理善後 這個時候出去 你總是安撫明星 可是這個時刻 他們居然官方資料講 你現在救難隊員違規使用網路 將救難的影片 惡意對外直播 嚴重的損害我區的形象 巡查員即時上報 果斷處理 就代表你現在這些救難人員 你如果想要拍照 你如果要上傳 你是要違 你等於說是犯法的 對 沒錯 而且你看 很多人都被抓掉 甚至把他們連那個空拍機 我們之前看到空拍畫面 看到淹水淹得很誇張對不對 現在這個空拍機 你通通都被打掉了 全部天上飛的 通通給我打下來 你說濁州現在不可以永無人機了 對 所以你完全看不到災區的狀況 為什麼要這樣做 要掩蓋什麼東西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濁州 水退了之後 狀況有多嚴重 報警員你看 在這個水退的樹底下 隨隨便便 你一看就看到無名師漂浮在那邊 要不然路上到處 人的屍體 動物的屍體 現在災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這麼可怕 對 所以現在武警通通進去 要把所有災區的狀況 通通來做一個管制 那當然 那他們取而代之 他們要民眾看到的畫面是什麼 要看到是我們官方 積極在救災 救災 所以現在就有看到這個 這個武警河北 救災的一個狀況 搭整個救生體 告訴這些受困的民眾說 別怕 大部隊馬上來了 大部隊來了 你們就放心了 但是寶傑哥 你看這個畫面 有蹊蹺 他們這些衣服上面 都乾乾淨淨啊 你去救災 身上一個全身都是泥巴 對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乾淨 穿得非常的一個整齊 而且你看 而且剛剛講到的 你今天你這個所謂的這個救生衣 上面一點泥屋都沒有 不要說一點泥屋都沒有 你一點水質都沒有 你不是救那嗎 你怎麼可能身上 連一點水都沒有咧 所以人家說 這個影片根本就是擺拍嘛 你根本不是去救災嘛 好 再來你連官方 在PO出這個照片 看起來著多的市區 我們的軍卡已經進來 開始救災了 路上看起來都很乾淨 甚至地板上是洗過 但實際上民眾拍到的畫面是什麼 你在整個馬路上 全部都是被洪水沖下來的這些東西 堆滿馬路 根本就是跟官方公布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你說這是官方的馬路 乾淨清爽 這個地方剛剛講的所有的垃圾 全部都堆滿了 對 所以現在為什麼武警要進去 這個是在這個卓州電視台 他公布的 這個軍隊全部都進去啦 一帶一帶的沙包幫你弄好 在河堤旁邊都幫你疊好 疊了好多層 防止這個洪水氾濫 但是問題是啊 保全哥你看民眾拍到這個畫面 這個 這個袋子啊 大概只塗一兩層高 你水來了 你擋個鳥用 根本沒有用嘛對不對 而且這個顏色 也跟官方的這個 對 影片釋出的紅色的不一樣 所以就懷疑說 你這個官方堆沙包 你可能根本就是資料袋 根本就不是你實際 進來救災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人講說 為什麼你連救難的資料 你救難的畫面 你要知道造假 就是因為你這次根本沒有救災 你這次根本沒有救難 因為你沒有救災救難 你只要用假的來填充 對甚至而且你去救災 你也要救的有必要 另外一段央視這個畫面 你就看到我出動直升機 看到民眾因為淹水 我卡在這個屋頂上面 但是問題是 直升機下來 我要把人給救上去 那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你遠遠看 這個旁邊馬路 旁邊放大來看 車子旁邊還站了兩個人 那表示你水根本沒那麼深 你人都還可以在那邊 那你何必要出動這個 直升機去救災 沒有必要 所以現在有一個 這個卓州的救難人員 他現在出來講了 一段視頻出來 講了非常多東西 這才是卓州真實的狀況 他說了什麼東西 現在有人要來救援 還被政府給勸退了 你不要來我們不需要你 但是問題是 政府協調都是這種 玻璃剛轉太重 進不了災區 那你來了也沒有用 而且現在大概還有一兩千人 還沒有辦法被疏離 還有兩千人被被疏離 所以整個內部的指揮體系 完全是沒有用的 而且甚至啊 這個救生艇來 50%全部都被刺破 斷水斷電形成孤島 但是高官到底在哪裡 現在路透社就報導了 這個習近平的一個幕僚 蔡奇 周氏現在會見了 在北戴河度假的專家 告訴他說 現在遭遇洪災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高官根本不care你淹水 通通都跑去度假了 根本沒有把人命 當作人命來看 卓州說沒有傷亡 沒有傷亡啊 沒有傷亡你要什麼軍方救你 你幹什麼 我總是一個陣一個陣的人 都不見了耶 那是你講的嘛 央視沒有講嘛 以央視講的為準 如果你的淹水只有水深即息 你幹嘛需要直升機 是啊 幹嘛直升機 那就是擺拍嘛 那是拍給大家看的嘛 颱風的壽命都非常的長 杜蘇瑞颱風 當時我們講 鄭明天講 他有所有常受颱風的所有的條件 果然沒錯 他經過台灣的南邊 對我們的澎湖金門 造成很大的傷害 傷害以後進到了福建 進到了福建以後 就一路往北 往北剛剛講到了山東 到了河北 到了河北以後 對平靜造成很大的傷害 現在已經變成了熱帶低氣壓 可沒有想到 剛剛講到的 現在的華北 現在的東北 現在那個災情 非常的可怕 是保留哥 他等於是一路從金經濟 現在將整個災情跟狀況 延燒到哪裡 延燒到東北地區 東北山城了嘛 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畫面 這個是在吉林的這個蘇蘭 吉林蘇蘭現在是災區 吉林的水流這麼強 對 它是非常嚴重的一個重災區 跟各位報告 現在已經有高達16個人 不幸的上升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不是河川喔 它就是馬路 而且整片汪洋 看這樣放給你過去 你原本以為說 這是都會地區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整片看過去 都像是海洋一樣 而且就連房屋 各位你看到 當中有沒有 有跟著被吹著跑了 那是什麼 其實房屋 房屋都被洪水直接給帶走了 更不要討論到什麼村 誰會想到東北 東山城會有這種水患 對 而且它是下大雨喔 豪大雨 還並不是說颱風帶神的風災 而是豪大雨 就造成這樣的狀況 來 各位你看到 這是馬路耶 我不講一下 他以為說這是梯田還什麼的 整個都已經炫目全非了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當中最慘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討論到 災情歸災情 重點是你官方 找到臉作為了吧 不是 來 你看 這個是屋頂上方 有一個什麼 這個受山的居民 來 我們看到畫面 在過去有沒有 來 人就在上面 什麼意思 等於說民眾也被困在上面 苦苦等待 因為也沒辦法走啊 你要我下去 下面全部都是水 那我人該去哪裡 那搭車子總行嗎 沒有 抱歉 你看到車子 車子也全部都被滅頂了 都被整個洪水給掩蓋過去 來 各位你看 只剩下屋頂了 對 你只看得到 白色 黑色還是什麼顏色 只是在頂棚蓋 還可以看到 就連大貨車 大貨車底座比較高 總有要逃過啊 沒有 連大貨車 它的體積跟重量 是非常巨大的 都一樣被洪水給衝擊到 整個青島 只能汽車 人呢 坐在上面 來 司機其實剛剛是在上面 你連大貨車都擋不了 對 連大貨車都擋不了 那為什麼 我就講一個數字 你就聽得懂 它瞬間豪雨 強降雨量 高達490公毫米左右 你就知道 這個多大 我講一個最嚴重的 我們剛才特別講到 16個人不幸的上升了 但裡面有一個 至關重要的人 你就知道他的指標性 他叫什麼 蘇蘭市的副市長 洛旭東 副市長都是 對 連副市長都出事情 你就知道這個災情的嚴重性 那我講一下 這個副市長 他不是說在這個放假的時候 他是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為了第一時間去到前線 包括還帶到一些這個 武裝部的一些高級官員 然後呢 視察第一線坐鎮說 我叫鎮走在這邊 然後嚴防這個洪水 結果沒有想到 視察坐鎮的瞬間 突然這個強降雨過來 突然洪水衝過來 他就連人帶車 直接被沖走了 這麼嚴重 對 在連人帶被沖走的時候 大家還是隔了大概 一天到兩天的時間 才最後這個 找到相關的這個大體 來確定說 真的 因公殉職 不幸往生 但我們剛才講到 是吉林的部分 另外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黑龍江嘛 東北三省嘛 黑龍江狀況一樣啊 河水暴漲 甚至還發生一個 特別奇怪的狀況 就是有一個男子呢 來 各位看到 他特別看到挖掘機 你說他是什麼 他其實是要去賭這個 提防絕體的口 他非常有大意說 我要去拯救大家 沒有想到賭到一半 他被沖走了 對 賭到一半 連人帶這個挖土機 就會被沖走 所以另外一個村民見狀看到說 不行不行 大家看看 載幅載城 在這河道當中 你看這個原本是橋對不對 一二三 瞬間 一二三 整個橋怎麼樣 瞬間 硬生垮掉 一次塌成了三劫 你就知道這個水流之想多誇張 一劫一劫斷 斷了三劫 噗噗噗噗噗 三生嘛對不對 好 那你說東北他有一個最有名 叫做北大倉 北大倉是什麼意思 產糧倉 現在是連大米工廠一樣 洪水來 你看 五常市 五常米最有名 來 各位 這個東西水 全部都灌到倒米工廠去了 那你說這個要怎麼吃啊 這個米全部都禁私了 難怪現在有一條新聞就是 現在我們講 東北是中國的糧倉 東北的黑土是中國 最有生產力的這些農地 就沒有想到連這個地方都淹了 代表水灌糧倉了 對 所以水灌糧倉 它會第一個 你說除了災情之外 它後續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效應 那之後大家要吃東西怎麼辦 對不對 因為你剛才看到連糧倉都灌掉 那除了這樣之外 包括在這個重慶的水口市 還發生一個事情 重慶水口市又要什麼 一樣山洪衝過來 各位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結果呢 車輛被沖上 原本很多遊客 就說大家只能怎麼樣 抱著樹木求生啊 因為這水流太衝擊 車子也不見了 來 你看 全部都抱在樹上 所以我們講 各地陸續出現這種狀況 這個叫做天災 沒辦法 只能祈禱 所謂的相關影響單位 趕緊去處理 但最可惡的 那在重慶沒有颱風 也有這麼大的水 對 就是要強降雨所造成的那個後果 好 董事長 這次你們大家覺得奇怪的是 已經只要發生災難 救援馬上就進去了 解放區馬上就進去了 我們以前看到 華中水災的時候 解放區是一個一個跳在水裡面 然後大家手牽著手 然後讓居民把東西弄過去 怎麼這次解放區都沒看到 所有的救援 全部都慢半拍 沒有沒有 他沒有慢半拍 他整個對外的宣布 習近平本人公開宣布了大概有三次 這次的傷亡慘重 但是央視的報導 人民日報主流他的中宣部的報導裡面 並沒有詳細說明所謂的災損到底多少 你現在有沒有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到底中國這次的災損有喪失多少信力 不知道 卓州說沒有傷亡 沒有傷亡啊 沒有傷亡你要什麼 軍方救你幹什麼 沒有什麼 我不承認 對啊 他賴皮嘛 他現在有沒有國際援助 沒有 沒有 只有台灣好像 唯一好像台灣 蔡英文寫了一封慰問函 我又看到國際上 也沒有人在表示慰問 其實他沒有承認他有災情嘛 他跟你 你現在這畫面是哪裡拍的 央視拍的啊 不是 私下的 私下網路流傳的嘛 央視哪裡有這種災 重大災情 對 結果習近平嘴巴有講 所以 跟習近平嘴巴講還不重要嗎 沒有數字出來啊 沒有人 沒有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的事實 對 沒有事實的情況之下 政府就無從援救嘛 對不對 而且現在你看都是淹水而已 淹水什麼了不起 沒死人嘛 昨日沒死人剛剛講的 昨日都是一個陣一個陣的人都不見了耶 那是你講的嘛 央視沒有講嘛 以央視講的為準 我告訴你 他到這次 從頭到尾沒有對外宣布 他的災情的損失多少 財產損失生命損失通通沒有 這麼大事情都可以蓋牌 他不是我不知道嘛 他可能真的沒有損失 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這個國家的管理方式 跟我們理解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是第一個 他可能用自己本身了解情況 然後自己解決 第二個可能是 你可能是親上瞞下 他不告訴領導啊 領導在那邊嘴巴講 我有傷亡啊 但你看到最重要是什麼東西 北京有沒有什麼損失 熊安有沒有損失 濁州有對不對 濁州損失怎麼造成的 在外面是怎麼罵他 就是我為了保熊安 保熊安 保熊安 所以現在人跑去幹什麼 舉紅布條幹什麼 抗議 抗議什麼 你洩洪 不是洩洪 賠錢 老百姓還不跟你抗議洩洪 我的栽損是因為你洩洪搞出來的 請你賠償我損失 中國老百姓只關心鈔票 錢 錢最重要 我人死了賠錢 是這樣嗎 房子倒了賠 他如果沒有錢賠 他不會上街頭的神經病去得罪共產黨 他敢跟共產黨拼命的是幹什麼 要錢 要錢嘛 都是要錢的啦 他先要錢再拼命 所以卓州這個事情就告訴你說 你把我害得我的房子被沖走了 所以你賠我錢 那為什麼沒有卓州這個事情 是熊安嘛 為什麼要保熊安 因為是習近平的 面子嘛 習近平的臉 百年大忌 千年大忌啊 對不對 所以整個事情到底多大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們看到的部分畫面很驚恐 但是你看央視一片祥和 情況不一樣 好 庭委 你說這個跟他的COVID-19的整個疫情發生後也有關係 就是他在COVID-19之後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對 而且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在台高竹 我們上一次也有分析過 每個地方政府來講的話很多欠債累累 不過現在其實有很多人對中國政府還有很多的救災 其實很沒有信心的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常常在造假嘛 你除了這個什麼捐款之外 捐款就是說你到底用到哪裡去 事實上來講的話 這個細目來講還有很多帳目完全不清不楚 所以現在大家對所謂的官方的這個捐款帳號 即便他公告了 卓州公告了 但是大家還勸說不要去捐款 你捐的話政府貪官污吏絕對拿去亂用 所以大家有這個經驗之後就開始有一些共識 就說我們乾脆都不要捐給政府了 最近就有人把我們知道嗎 去年還是前年不是有鄭州淹大水 不是說一個地下車道 全部造成很大的傷亡 當時也有很多人捐出 就像大家一查 你錢呢 錢到底跑哪去了 對 錢本來就是要再重建 或是建防波堤或是建什麼東西 結果完全都不見了 而且甚至於說很多進到這個所謂的 官員的一個私人的帳戶當中 還有更扯的一件事 你說在這一次的這一波的這個淹水當中 央視都有一些畫面 或者是一些媒體的畫面 但是很多被抓包 你知道被抓包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好像有出現解放軍到現場去救災 但是問題是跟當地民眾所拍的那個畫面 完全是不一樣 為什麼呢 當地民眾拍的畫面那個沙包是白色的沙包 但是問題是解放軍去了怎麼是紅色的沙包 所以到底是哪一場水災解放軍去了 這個是不是要被抓包啊 這也可以造假啊 對 還有另外一個造假 現場是什麼 這也太誇張了 有那個所謂的這個 站在屋頂上的這些等待救難的民宅上面的 這個人員呢 結果派直升機過來要救災 結果發現了一件事情 下面那個什麼街道上的這個 停了一台車 結果下面淹水的程度呢 只有到輪胎而已 也就是說到那個腳環的輪胎 也就是如果你的淹水只有水生即息 你幹嘛需要直升機 是啊 幹嘛直升機 那就是擺拍嘛 那是拍給大家看了嘛 所以到你這個 這個在屋頂上 你可不可以到下面到一樓去走一走 就直接就是脫困了嘛 所以這個畫面來講 你看當時那個導播沒有切到 沒有切到的話 這個把旁邊那個所謂的 這個 這個一般的這個自用車來講的話 整個就露餡了 那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在這兩年前的這個所謂的 太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水災呢 有那個小 小英雄呢 他們剛剛救災 結果在那邊睡著了 結果他這一次也用這個畫面 結果被他抓爆 這是兩年前的畫面 所以在很多很多媒體上面來講 那表示說你現在沒有這種畫面嘛 對 根本就沒有 你現在有這個畫面 你幹嘛用兩年前的畫面 那為什麼呢 要穩定民心嘛 就是說認為解放軍好像還有出來 但是事實上這些解放軍 似乎好像是以前的畫面 甚至還有什麼東西呢 但是有民眾 當地的民眾 其實都有捐一些物資到現場 結果這些救難隊伍 彼此之間竟然搶救難物資 甚至還倒賣救難物資啊 對 聽說 中國不是也有他的紅十字會嗎 這一次的南方水災 我們覺得二十天 只募得兩千塊 就代表他們的紅十字會 不是說台灣人質疑他 連中國人都不相信了 因為紅十字會是有暗底的 他們暗底是怎麼講呢 過往來講的話 有很多很多民眾的捐款 然後也除了不知道去哪裡之外 其實他還有被變賣或者是怎麼樣的 所以大家對他的信用程度來講的話 已經不信任了 所以你看到 在中國南方洪災的時候 紅十字會他二十天 只募得兩千塊的人民幣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你還看到過往來講 有海外的給他的這些相關的 比如說當時在這個疫情 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的時候 就是武漢肺炎疫情 捐口罩 結果捐口罩捐給到武漢之後呢 結果馬上拿到麗江去了 有人麗江拿到這一個箱子呢 也捐給那個紅十字會 也就是說一個東西可以捐兩次 他們是刻意用照片來造假 除了這個之外 你的意思說 有人從巴黎島 捐當時武漢肺炎 捐到武漢 結果這個東西沒有到武漢 跑到了麗江 麗江在一樣 麗江有人又捐這個東西 也捐個紅十字會 一個東西捐兩次嘛 那這個東西不知道在做什麼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口罩捐到了湖北的這個紅十字會之後呢 結果沒有拿到真正的醫院要用 醫院只拿到三千多個口罩而已 其他的口罩 十幾萬的口罩 全部丟給一般民間的私人的診所 或者是醫美公司 你醫美需要那麼多口罩幹什麼 我這些口罩我是要去給醫院的 結果跑去給醫美了 對 也就是說自己人嘛 那就是等於是紅十字會 自己認識的相關的診所 或是醫生 他們才拿到這些口罩 那其他的 這個一般來講 應該他救災的這些醫院呢 就拿不到 所以對他們來講的話 這些紅十字會 在中國內部來講 惡名昭彰啊 沒有人相信他們 難怪他們講說 有幾千萬個口罩都不見了 對啊 除了口罩之外 錢啊錢也不見了 捐款也不見了 所以包含四川汶川地震 還有很多地方來講的話 事實上過往的這個中國的紅十字會 紀錄太差了 所以以至於這一次的這個洪災來講的話 沒有人想要捐款了 無數位颱風已經在中國的華北 造成一個重大的衝擊 這個重大的衝擊 已經造成了140年來 有史以來最大的降雨紀錄 它不但造成最大的降雨紀錄 以前不會淹水的地方 以前沒有在家的地方 這一次全部不能信任 而且它的這個殺傷力有多大 它造成的損害到底有多大 我們從這張照片 你可以感受得到 你看這張照片裡面 所有的車子 全部被抽到溝裡面 衝到溝裡面 你看這台車 在這個衝撞的過程裡面 居然已經被沖了西巴拉 沖了西巴拉以後 旁邊還有輪子 那不是只有這台車 你看到嗎 旁邊的車子幾乎全部存毀 旁邊的車子 全部變成了一堆的爛鐵 你可以看到 這個衝擊力道到底有多大 這個水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湍急 才會造成這麼可怕的一個傷害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 這一張照片也一樣 所有的車子 全部被沖在一體 還有另外的照片是 所有的車子 還可以被堆疊在一起 可以看出來 水來的又大又幾 這個杜蘇瑞颱風 已經造成了華北地區 140年來最大雨量 那現在杜蘇瑞颱風的整個災難 還沒有完全過去 現在一個卡奴颱風又要進來 這個卡奴颱風 如果真的直撲中國而去 它又會帶來一個可怕的災難嗎 之後我們正想說 現在華北遭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水壞 現在連600年來不會淹水的仔細人都淹水了 可以講說就淹水吧 看這個照片 從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看到 當時的水到底有多大 這個水到底有多大 這個水到底造成多可怕的災難了 沒錯 這是ABC的一個畫面 這畫面是他們人員 相關的人員 進到這個災區裡面之後 這是在一個溝曲裡面來說 你可以看到 洪水退去之後 你看這個車子已經被黏成 我可以說是粉身碎骨 你看這個車子是倒叉 在這個河道裡面 天啊不是一台車全部都是 對很多 那這裡你看這也是一台車 它應該是被埋在這下面的一個狀況 那後面的車子也都是 你如果放眼過去 我如果直接數的話 至少有十五十幾多 十多輛車子在這個河道上面 都已經被擠成那種 已經完全不成車型的一個狀況 如果當時還有人在這個車上的話 保健你可以試想 這個人絕對是活不了的 你看整個車子 你看這進在這裡面 甚至這個倒災沖 你覺得這如果裡面有人 那你活得了嗎 不是 你車子總有基本的剛性 是的 你車子總有基本的保護力 對 就你在這個沖刷過程裡面 對 車子全部變成了一堆廢鐵 你就知道說這一次 對北京造成的傷害到底多大 從這個山區下雨下來 這個山洪 是完全山洪爆發的一個局面 你看這個 這個我們看到這些照片都 這麼多畫面出來了 對 現在非常多車子 都完全被泡在水裡面 甚至現在還有在泡在水裡面的 甚至還有車子完全像積木一樣 堆疊成像一座山的 你看這台車子 這台車子也被滅頂了一個狀況 你看衝下來之後 還有車子被衝下來 如果上面有人的話 我們真的完全無法想像 這會造成多大的傷亡 你看整個這個山洪下來之後 你看這個車子完全是像 完全被好像很輕的東西 被它推下去的一個情形 你擋都不能擋 對 那你知道這一次 目前為止中國官方說 只有20個人死亡 可是保健你看 看這些畫面 你也知道說這一次的傷亡 絕對不是只有這個數字 我們剛才看到這些橋 這些車子 不知道從哪裡來 我們車子還有看到小青河 小青河還有一座橋 是突然之間就斷了 斷了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 在這個所謂水溝上面 水面上面有非常多車輛 在那邊載幅載成 他們燈都還打開的 所以這樣事實上 這個已經 你看上面有人 對 這些車子 有的燈還打開了 然後這邊載幅載成 載幅載成 因為小青河的這個橋斷掉了 所以剛剛講的 小青河上面那個橋上面 是有車子在行駛的 對 在行駛的過單一刻 還有很多車子 對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現在就是很多 因為為什麼 現在整體災害 還沒辦法確定 到底是造成多大的損失 包括說永定河 很多支流 還有小青河等等 完全都是斷掉了 都是現在完全水淹到 兩處非常糟糕 你看這個燈 剛才那個車燈是還亮著 對 你就知道說 搞不好上面都還有人 但是問題是目前為止 恐怕沒辦法救到這些人 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們正在講的 現在大家目標的焦點 就是在平津兩個地方 天津跟北津 可是現在北津附近 我剛剛講的門頭溝 你包括旁邊 原野的保定 你甚至剛剛講 你連石家莊 對 他現在不是只有平津兩地 是整個華北地區 而且人家事實上 剛才你講到說 要保平津兩地對不對 沒有錯 他們現在已經把 已經打開了七個 所謂志宏池 七個志宏池裡面來說 他們現在已經疏散了 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 已經疏散了一百萬人 他這些地方 未來就是要淹水 那你知道像這些 這些人都是你看 他們這個車子開進去 都是準備要讓這個水這樣淹 他們這個目前為止 開了兩個 一個叫做 兩個這個志宏區 一個有379平方公里 一個有228平方公里 這兩個志宏區這麼大 你知道這是多大嗎 我們台北面積是217 比台北還大 他開了兩三個 台北市的這個志宏池 只在那個地方 要讓水下來 他們還說不見得 能夠保得住平均 你就說這個雨 到底是在山區上面 到底下得多大 目前為止中國官方 都不敢說 這個平均是一定 能夠保得住喔 而且這個數字 把我嚇了 我們講杜蘇瑞颱風 從台灣南部掃過去 台灣南部掃過去 當然對我們的澎湖 對我們的金門 還有對我們的南部 造了一些影響 總是過去了嘛 可是沒有想到 這個杜蘇瑞颱風 進了福建以後 一路的北上 北上你剛剛講的 碰到煙山碰到太陽山 擋住水裡以後 可怕什麼 連續下了七十多個小時 他們是又瘋狂請到 我必須說啦 這一次這個杜蘇瑞在北京 我會下這麼大的雨 我覺得根本就是個 perfect stone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他很多條件造成這樣 那北京過去 他們有一百多年的這個 統計數字 他們最多最多的紀錄 紀錄只是 1883年的7月23號到29號 那時候已經下了六天 六天才510毫米 但是這幾天 兩天的時間 他們在這個地方 就下了1000毫米 所以等於是比人家六天 兩天下了1000毫米 比六天還要多 人家兩天就下完這個好幾倍 所以他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極端值在這個地方出現 連中國官方都說 這叫做瘋狂青道 然後這個極端罕見 為什麼這樣 我跟他講 這一次真的是非常致命的災難 在這邊發生 杜蘇惠往北之後 他碰到什麼 煙山跟太行山 把他擋住之後 保險擋住的時候 還不是說你知道 他在這個地方 他往北去之後 你知道上面有高壓 把他壓住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他就停在這個地方 停在這個地方兩天 一直在那邊拼拼的下 拼拼的下 然後更慘的是什麼 這個因為卡魯颱風在這邊 卡魯颱風輸送這個水氣過去 所以他在地面下雨的時候 他本身還在一直持續吸收 等一下 卡魯颱風的水氣也會出 對 從這個東南風這樣吹進來 所以他等於是 因為他上面有高壓在壓著他 再加上地形的這個地方 所以一直在這個地方下 一直在這個地方下 下下 下才會造成很多北京人 或是連習近平都公開承認 這一次恐怕是造成 非常大的這個災害 不要講到的 其實中國大陸百分就是一個 天災人禍不斷的地方 天災這麼多也沒有看到 習近平出來講話 可是沒有想到 這一次他居然講話了 而且他才承認 已經造成北京河北等地 重大人員傷亡了 沒錯 習近平說 受到颱風杜蘇類的影響 華北黃淮等地出現 極端降雨的過程 引發洪澇還有這個地質災害 造成北京河北等地的 重大人員傷亡 你就知道說 習近平過去很多災難 人家說你在哪裡 人在 但他這一次很坦見 在這個事件發生 每兩天的時間 他就已經出來說 所以可見他定掉 這一次的這個平津保衛戰 恐怕會打得非常辛苦 你說大到說 他已經沒有辦法 隱身在後面了 而且現在看起來 這個敏越可能會 越來越高 沒錯 剛剛講到的 這個在北京城已經 北京的這個紫金城 600年來沒有淹過水 而且這一次 九龍土株 整個這個清水河 全部都放開喔 我所有能夠排洪 所有能夠洩洪的措施 我都做了 沒有想到 實民工前面 還是要水深集息 這是從來沒有狀況 如果連紫金城都會淹水 北京就會淹水 我為了要保北京 你不要整個滅掉 對 我現在把濁州 把周邊很多的水庫 全部放掉 沒錯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河北 會淹成這個樣子 因為現在上游的水庫 全部都在放水 你知道 除了北京的淮樓水庫 在放水之後 濁州的龍門水庫 很多水庫全部都在放水 而且更慘的是什麼 他們在放水的時候 他沒有通知下雨 沒通知 因為來不及 因為他通知的時候 你根本你也跑不掉 因為他們趕快臨死 因為水完全漲滿了 不把它洩洪化 整個水庫會崩體 所以很多水庫 現在上游都是完全就是洩 洩下去之後 下游的人都在做什麼 下游就說 怎麼突然水來了 然後整個你看 他們人都還來不及撤 你看這橋都完全斷了 然後當地 你看這完全水箱 只得過我一片 所有的民眾都說什麼 我現在整個 我沒水沒電不說 我現在也沒有通訊 大家都完全這樣 然後很多人跑到網路上去求救 說我們家煙成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他完全都不知道 就像我們昨天在房山看到的 那樣的一個貨運中心 貨運中心裡面本來還說 我還在分離貨 我的卡車還在旁邊 沒想到水說來就來了 而且我在完全沒有預備的狀況下 把所有的貨物全衝走了 我們看這個畫面是幾分鐘 水都完全來了 然後完全衝走 他們這些民眾現在都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那現在怎麼辦 因為我剛才講到 他已經打開兩個大的這個滋紅 一共有七個滋紅池 然後有兩個這個面積非常大 打開之後 現在他們在進行撤離的動作 你看這就是他們出動這個車子 你看就說 正好你在載什麼東西的 這個動物的 他們把他載走啊 你說他們是坐在車上 對 他們就坐在車上緊急送走 因為沒辦法 因為現在只能夠這樣子把他送走 那很多人都說 這個看了實在是 也令人蠻心疼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白頭溝也是一樣 白頭溝這是晚上 你看這個晚上 你說為什麼會塞車 因為他們現在緊急通知 全部都要撤離 所以在他們開始晚上的時候 開著這個車子 趕快要逃離這個白頭溝啊 所以現在整個北京附近 還有河北當地 所有民眾現在都面臨到 非常非常大的壓力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們如果從空拍圖 或是衛星圖上面 是 我們看到的濁州 現在這地方本來都是房屋 這裡本來都是兩天 現在全部都變成水患了 對沒錯 事實上這是根據中國的 裴城一號的衛星拍攝下來的 這原本這個地方叫濁州這個地方 濁州原本過去都是一片綠綠的地方 你看他現在完全都被黃色所取代 也就是說附近來說幾乎完全都已經是 淹成一片的這個情形 那甚至這個也是一樣 他目前為止來說水紋的監測 這個所謂這個所謂綠色 藍色的就是淹水的這個情形 你看現在淹水的狀況都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也就是說北京附近的所有的城市 目前為止都面臨到相當嚴峻的情形 阿姨